注意看监控画面中走出去的这个女孩 再过一会儿她就会被自己手中拿着的这把女伞插入体内而亡 这是2010年2月25日上午9点多钟 在江苏省无锡市火车站监控拍到的一个画面 女孩走出火车站售票大厅 用手机播出了人声中最后一个电话后 便消失在了监控之外 直到当天晚上9点钟左右 无锡市火车站派出所接到了来自长州警方 打来的一个谐查电话 说在无锡火车站附近的铁道大酒店的426房间 可能发生了一起凶杀案 接警后无锡火车站派出所的民警立即赶到了现场勘察 在与酒店工作人员沟通后 工作人员用备用钥匙打开了426房间的房门 进入房间后警方第一眼就看到了床上躺着的一名女性人员 身体呈大字形 四肢已经僵硬 头部及上半身用被子遮盖 臀部位置放着一把雨伞 雨伞的把手处已经断开 掀开被子后发现有大量已经干涸的血迹 女孩的颈部还插着雨伞断掉的把手 插入体内的部分足足有10公分 民警立即封锁了现场 并且一边通知了上海铁路公安处刑警支队前来协助勘察 一边向长州市警方反馈情况 而杀害这名女孩的犯罪嫌疑人 已经在当天晚上的8点多钟 在长州市南下属派出所投案自首了 据嫌疑人贡述自己名叫朱家旺 是安徽省霍秋仙人 10年22岁 被害女孩名叫金娟 同样是22岁 两人是情侣关系 2月25日上午的10点钟左右 两人相约在铁道大酒店426房间相见 期间朱家旺先后用手掐脖颈 用伞把戳进金娟身体等手段 将金娟杀死后迅速逃离了案发现场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两个正直热恋的情侣 最后以如此惨烈的结局收场的呢 据了解朱家旺和金娟相识于2009年的5月份 朱家旺是安徽省陆安市一家冰箱制造厂的整修工 而那个时候的金娟还没有大学毕业 是这家冰箱厂的一名实习工 两人相见如故 很快就确定了恋爱关系 并且仅仅10天的时间便住在了一起 金娟性格温和 长得也不错 朱家旺则出手大方 而且对金娟特别的宠爱 可以算得上是百依百顺 2009年7月份金娟大学毕业 因为大学时候学的是计算机应用专业 所以毕业以后 金娟就与几个同学相约一起去了江苏长鼠找工作 本想着在江苏这种电子企业密集的城市 能够发挥出自己的特长 可是看着一起过来的同学们都找到了工作 金娟却迟迟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 七天以后 朱家旺辞掉了陆安冰箱厂的工作 也来到了长鼠 因为朱家旺只有小学文凭 所以只能在一家电子仪器厂找了一份临时工的工作 用微博的收入维持着两个人的吃住 最终金娟也没能找到一份与自己专业对口的工作 而是做了一名化妆品的推销员 金娟出生在一个非常贫困的家庭 因为家庭负担太重 从小金娟就被过继给了自己的舅舅家 舅舅对这个外甥女也是失落起初 非常的疼爱 而且凭借着勤劳与省吃俭用 还供出了他们家族中唯一的一名大学毕业生 家人们日常流露出的态度与奉承 让金娟的性格中慢慢多了一些自负 也让她对自己的能力有了一些错误的认知 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 就让她体会到了现实与理想的差距 然而金娟并没有从挫折中学到经验 反而对有钱人有了更深的了解 对金钱有了新的认知 甚至把这种挫败的情绪带到了两个人的感情当中 为了打消金娟心理上的挫败感 朱家旺把自己这一年来打工赚的所有积蓄 本想寄给父母的八千块钱都交给了金娟保管 金娟也第一次有了当家做主的感觉 那段时间的两人如交似妻 并且已经开始谈婚论嫁 但是在09年春节过后 朱家旺却感觉金娟突然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并且多次试探性的向朱家旺提出过分手 什么原因他也不说 那我说过年的时候还好好的 我就说你这妈你判我死刑这妈跟我说你因为什么呀对吧 时间不长金娟就以舅舅在无锡帮他找了一份工作为由 离开了长熟去往了无锡 并且再一次提出了分手的要求 几天后朱家旺又紧跟着也来到了无锡 而本该在2月23号这一天去面试的金娟 却临时改变了主意 2月25号这一天 金娟在无锡火车站售票处 买了一张当天晚上10点 发完北京西站的火车票后 随即拨通了朱家旺的电话 并说自己要去北京找工作了 临走前两个人再见一面吧 朱家旺接到电话后 紧接着就赶往了无锡火车站 并在附近的铁道大酒店开了一间房 据朱家旺回忆说 两人在酒店见面后 金娟并没有异常的表现 而且态度比以前还缓和了许多 两人还自愿发生了关系 经过了十几天的分别 那一刻的朱家旺觉得 这应该是金娟回心转意的表现 他正在心里盘算着 何时也要去北京的时候 金娟却冷冷的说了一句 过了今天 以后你就不要再来找我了 此时的朱家旺 仿佛从梦境 一下子被拉回到了现实 满脑子都是为什么 终于在朱家旺的逼问中 金娟说出了分手的三个理由 其实在朱家旺看来 金娟所说的这几点 并不是真正要分手的原因 因为小学名画和手部的残疾 是在两个人刚刚接触时 金娟就知道的 而且朱家旺腰部的伤 更是因为金娟才造成的 那还是在安徽录案的时候 有一次金娟邀请同学 到两人的出租屋做客 朱家旺就骑着摩托车出去买菜 在途经一个十字路口时 金娟突然打来了电话 朱家旺想赶紧接起电话 却不料发生了车祸 摔伤了脊椎 从那时起 朱家旺不仅变得有些驼背 而且还落下了 每逢阴天下雨都腰疼的毛病 不过出车祸的原因 朱家旺并没有告诉金娟 他只是说是自己没注意造成的 朱家旺总是这样小心翼翼的 经营着与金娟的这一段感情 因为他害怕被抛弃 害怕亲人离他而去 而这种性格 源自于他小时候的生活环境 朱家旺的父母都是船工 所以他从小最痛苦的 最害怕的就是父母 每一次离家出海时 那种分离的场景 有时候为了能让父母 在自己身边多待一会儿 他曾试过装病 试过藏起父母的行李 其实在朱家旺很小的时候 是被父母带在身边的 但是在船上经常是顾不上他 有一次父母没在的时候 朱家旺不小心打翻了 赵明佑的油灯 造成了两根手指的残疾 从那起朱家旺就再也没有上过船 而是由奶奶照看 朱家旺13岁那一年 家里发生了重大变故 因为种种的原因 朱家旺父母的渔船开始出现亏损 最终父母只能卖掉渔船 返回了家乡 对于朱家旺来说 这并不是一件坏事 因为他终于要和身边其他孩子一样 有父母陪在身边了 可是时间不长 父母却意外的离婚了 随后母亲就远嫁到了其他的城市 从此朱家旺就再也没有见过母亲 父亲也外出打工赚钱 一年也就回家一次 朱家旺的生活方式 仿佛又回到了之前一样 直到朱家旺15岁那年 奶奶因病去世 这个养育了朱家旺十多年 在他看来 甚至比父母还亲近的人的突然离世 给当时这个正直青春期孩子的心理 造成了非常沉重的打击 这也是当金娟 向他提出非手 他不能接受的原因 朱家旺说 他当时非常的激动 又不知该怎么表达 自己想挽留金娟的想法 他随手就掰断了金娟带来的那把雨伞 想以此来表现自己对分手的态度 并且冷冷的对金娟说 你还记得我们做过的一个约定吗 在不断的言语刺激下 朱家旺一把掐住了金娟的脖子 不一会儿的功夫 金娟的脸色开始发青了 朱家旺也随即松开了手 问金娟还要不要分手 金娟则一边用脚蹬出来的朱家旺 一边说 有本事你就掐死我吧 此时已经完全失去理智的朱家旺 拿起床上断掉的那一接伞把 疯狂的朝着金娟的脖颈连续刺去 直到开始金娟一动不动了 朱家旺用被子盖上了金娟的头 然后仓皇地逃离了酒店 并打电话将事情告诉了自己的父亲 在父亲的要求下 朱家旺赶往了父亲所打工的长州市 并由父亲陪同着 在父亲的南下处派出所自首 最终综合考虑了案情及自首情节 朱家旺因故意杀人罪 被判处了无期徒刑 好的各位 今天的内容就到此结束了 我是老树 咱们下个故事 再见